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彻底删除使用者账号和使用者资讯 删除使用者账号不一定能把使用者资讯完全删除 我将在这一篇介绍如何彻底删除使用者资讯 首先打开系统偏好设定 选择使用者与群组 按锁头一下来进行解锁 然后输入管理者名称和密码 接着打开MacOS所在的硬碟 选择使用者 里面可以看到Apple的资料夹 我们等一下就是观察这个资料夹的动态 接下来我们点选一下要删除的使用者账号Apple 按一下账号列表下面的减号 现在出现的选单里面有三个选项 我们先选择第一个 将个人专属档案夹储存在词典印象档中 按下删除使用者 各位可以看到Apple这个资料夹已经消失了 但出现一个已删除的使用者的资料夹 里面有一个Apple.dmg档 点开这个dmg档 现在大家看到Apple的资料 全部封装在这个印象档里面 所以这个删除方式并没有将Apple这个使用者资讯 完全删除 我们删除这个资料夹 现在我再重建一个Apple的账号 Apple这个资料夹又出现在使用者里面 接下来我们点选一下 要删除的使用者账号Apple 按一下账号列表下面的减号 选择不更改个人专属资料夹 按一下删除使用者 账号已经删除了 但Apple这个资料夹却变成Apple已删除 所以这个删除方式 依然没有将Apple这个使用者资讯完全删除 我们删除这个资料夹 现在我再重建一个Apple的账号 Apple这个资料夹又出现在使用者里面了 接下来我们点选一下 要删除的使用者账号Apple 按一下账号列表下面的减号 选择删除个人专属资料夹 并且把安全清除个人专属档案夹打勾 把这个选项打勾 可以防止会读取原始资料的程式来存起Apple这个账号的任何档案 按下删除使用者 Apple这个资料夹完全被删除了 所以第三个选项才是彻底清除使用者资讯的方法 确实删除使用者资讯 可以确保个人资料外泄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